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重新认识宗教 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来给你解决人世间的这些问题呢 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 更不相信佛教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有大的场所也好 小的一两个人也好 慈悲到极处 帮助人解决问题 任何疑难问题就问他 都帮助你解决 佛祖就是教育家 我教育家 能不能说佛法最根本最大的原则就是教育 是教育 一点都没错 所以他的学生也是集成老师的事业 所以我们叫佛寺 佛寺就是佛陀的事业 佛陀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的目标 就是破离开悟 利苦的 众生苦 苦在哪里来的 他不明了 他迷惑 迷惑他就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 他就是错误的果报 所以要想他得罗 利苦得罗 那你一定要叫他救 他明白救我 他思想成正 言行成正 没有过时 他怎么会造我 我也怎么会受恶报 就不可能 对吧 佛法认为众生迷惑 不明事实真相 不信因果 所以才会造作各种恶业 感召恶果报应 所以尽早学佛变得至为重要 学佛首先能够远离灾祸恶果 获得吉祥平安 也就是所谓破离开悟 借恶从善 消除恶报 利苦得乐 得到这些 首先要从戒恶开始 那么今天的人们 哪些习以为常的事情 原来是恶的 会受恶果报呢 断食物 修世善 世善的反面 就是我 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血液 生的善善 我父亲喜欢打脸 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 他是45岁走的 走的时候就惊狂丧命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青年看到这个青年 那现实就过了 他病发生疯狂 人瘦的皮包骨头 力气之大 几个人都拦住不住 看到水 就往水里面钻 看到山 就往山上跑 最吓得是大猎的果报 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 不能说无知 就没有果报 最重要的原则 要与人为善 与无为善 屋里头包括动物 包括植物 都要有一个真诚的爱心 亲近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这是佛法 喜欢占别人便宜 做生意买卖 我遇到很多 给我谈的 特发斯 这个不偷盗 不妄语 对我们做生意的人 太难了 我们总想方法 能少交一点税 不偷盗 绝不可以由 占别人便宜的信 虽然立即的事情 决定不能做 这个做了 往后要吃大亏 你所得的一些利润 你不会保住